第131章 全是谎言 最开始 许奇安没有在意 一半的心力沉浸在自己的思考里 另一半则留心观察周边情况 慢慢地 他发现隔壁桌的三名汉子很反常 并不是普通人 首先 他们强壮的体格与常人迥异 气息可以隐藏 但武夫的体格是瞒不住的 其次 这些人的目光很有目的性 直往三皇县城方向观望 对周遭的一切视若无睹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最后 这三名汉子身上有一容的痕迹 江湖仇杀嘛 许奇安心里嘀咕一声 这三名汉子打得与他相同的注意 于城外的官道上守株待兔 而他们的仇人会从这条官道经过 所以说 江湖就是危险啊 不是你看我 就是我捅你 蛊惑仔没有一个好下场 上辈子当警察的许奇安默默感慨一声 没往心里去 这个世界有它的规矩 比如 江湖是江湖了 江湖儿女江湖老 官府通常不会去管江湖人士的死活 只要他们不伤害平民 扰乱治安 给我一千银子 王妃低声说 不 十文钱就好 他改口道 许奇安看了他一眼 像孔一级摆铜钱那样 一枚一枚的摆桌上 王妃伸出小手 急慌慌地把铜钱收好 鬼祟的左顾右盼 瞪他一眼 脆道 财不露白 然后 收进小妖的记带里 许奇安笑了 经过他的熏陶 王妃开始主动学习 吸取行走江湖的经验 是个好学的女子 只是她就像一只 被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 对于底层百姓和社会现状 一概不知 难免有些学得话虎不成反类权 十文钱而已 还远没到财博动人心的地步 王妃收好铜钱 又问店家要了两只碗 一壶茶 然后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 连带着包袱离开凉棚 他顺着路边走 很快停了下来 他停在两个乞丐面前 一个老乞丐 带着一个小乞丐 许奇安的目光 一直追随着大凤第一美人 看着他在两个乞丐面前蹲下 把两只碗摆开 给他们倒茶 接着 姿色平庸的王妃 把自己的口粮 许奇安大发善心买的上好糕点 分给了小乞丐和老乞丐 等两人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会儿 他警惕地左顾右盼 从记带里摸出十枚铜钱 鬼祟地递给老乞丐 生怕被人看见似的 许奇安平静地看着这一幕 瞳孔略有放空 过了一阵 王妃抱着茶壶和茶碗 脚步轻快地回来 那这样的话 我就欠你一千银子 还有十文钱 王妃说 他并不知道一千银子 等于多少文 有必要吗 你这一路上 吃穿住行 我都承包了 许奇安点点头 罕见地没有嘲讽他 而是问道 你跟他们说了什么 他们是从边境逃过来的 村子被蛮子灭了 家人全死了 老乞丐带着孙子小乞丐 一路逃亡到这里 王妃眉稍紧促 许奇安恩了一声 沉默半赏 调侃道 你今天很漂亮 王妃嗤之以鼻 骄傲地昂起下河 竟说些废话 世上还有比他 更美的女子 突然 他苦恼地捧着自己的脸 用力搓了搓 愁眉苦脸道 即使我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你依旧会被我美色所用 恰好此时 急速的马蹄声传来 一只骑兵 从三黄线方向奔来 为手者裹着黑袍 戴着兜帽 脸旁覆盖一张 紧露出下巴和嘴唇的面具 这位镇北王的密探 正是京城与许奇安 在街边遭遇的那位 哼 我还以为 最少要在关道边等几天 许奇安心里一喜 颇为振奋 有了京城的前车之剑 为避免引起对方的注意 他没有多看对方 同时收束自己的恶意 以免触及对方的武者直觉 此地距离三黄线极近 行人颇多 不适合动手 哒哒哒 这只骑兵从梁棚边经过 迅速远去 就在许奇安要带着王妃 尾随跟上时 隔壁桌的三名汉子率先行动 他们丢下一粒碎银 抓起鞋铐在桌边 用布条包裹的武器 朝着骑兵离去的方向 狂奔而去 三人也是冲着镇北王密探去的 许奇安低头喝茶 不动声色 过了半炷香时间 他起身道 走吧 带你看好戏去 王妃立刻撑着桌子起身 摇着团 跟在他身后 尽管穿着布裙 带着木簪 但他丰满诱人的身段 依旧让梁棚里的男人侧目 心里感慨一声 这婆娘屁股真大 许奇安走了几步后 停下来回头望着王妃 道 我背你 这样走过去 黄花菜都凉了 王妃下意识地摇头 任何与男性 有亲密接触的行为 都是他坚决抵触的 不行 不行 许奇安一直是尊重女性的绅士 于是拎着王妃的后衣领 开始了狂奔模式 轰轰轰 踏地声宛如雷鸣 他每一脚跨出 便跃出数十丈外 在关道留下一个个深深的脚印 揪揪窝窝 快腾下 王妃承受了 他这个段位不该有的压力 许奇安扭头看去 他的五官在扑面而来的强风中 扭成一团 眼泪从眼角狂流 能看到大凤第一美人这般丑态 许奇安觉得老意思了 可惜大凤的服饰过于保守 王妃无法像色皮女神 利斯坦黛那样 因速度过快而露胸 一刻钟后 许奇安突然停了下来 松开王妃的后衣领 扑通 王妃一屁股坐在地上 小脸煞白 瞳孔涣散 暂时未能从方才的速度 与激情中回神 混蛋 他一副要哭出来的表情 扑过来又抓又咬 要和许奇安拼命 可怜王妃 飘飘亮亮这么大 从来没遭遇过这般待遇 没出过这么大的球 许奇安反手一巴掌 把他拍回地上 沉声道 别吵 看前面 王妃抿着嘴 忍着委屈 渲然欲气地看向前方 急遥远处 正发生一场激烈的厮杀 三名轻面獠牙的蛮子 正围攻一位照黑袍 戴面具的男人 而在双方身边远处 横沉着数十具尸体 马尸 王妃心里一领 小步靠近许奇安 在他身边 寻求一点安全感 那是怀王的密探 他轻声说 我知道那是怀王密探 三名围攻他的蛮子 似乎是青岩部的族人 许奇安眯着眼 凝神观望 根据情报显示 青岩部的蛮族 皮肤呈青色 因此得名 而那三名蛮子 不但浑身呈现青色 脸颊上还有厚厚的一层角质 宛如天生的铠甲 这是蛮族中常见的反族现象 很明显 这是一场有目的的截杀 蛮族的蛮子 在截杀镇北王的密探 许奇安沉声道 王妃用力啄了啄脑袋 又往他身后靠了靠 所以 我们为什么不赶紧走 许奇安笑着反问 为什么要走 这时 远处交手的双方 察觉到了这对围观的男女 照着黑袍的男子喝道 是你 速速返回三皇县球员 以你的脚程 半炙香就能返回 他刻意露出惊喜的语气 让三名蛮子 误以为自己和许奇安相识 果然 听到他的话 三名蛮子脸色微变 其中一名当即后退 不再参与围攻黑袍密探 转而把许奇安和王妃当成目标 打算杀人灭口 杜绝援兵的到来 看到这一幕的黑袍密探 露出奸计得逞的笑容 避开蛮子长刀劈砍的同时 软剑一甩 缠住对方手臂 猛的一转 那蛮子 手臂衣袖化作片驴 青色的手臂覆盖一层角质 竟被软剑刮下一层 他立刻后退 甩动疼痛的手臂 扭头用蛮语喝道 快解决那两人 我们两个杀不死他 负责杀人灭口的蛮子 硬了一声 加快速度 突然大喝一声 脚下轰隆一响 他竟跃起十几丈高 宛如苍鹰薄吐 手中长刀豁然斩下 而身为蛮子目标的许奇安 微然不动 似乎惊呆了 他身后的女人抱着头 蹲在地上 发出高分被尖叫 哼 愚蠢的蛮族 眼见那蛮子越跑越远 黑袍密探心里冷笑一声 如此简单的 便忠了他调虎离山之计 不是蠢是什么 只走一人后 他压力减轻许多 不再是难以逃窜的处境 顺着关道在跑二十里 便是军营 到了军营 他就安全了 至于远处那个倒霉家伙 为他而死 也算死得其所 大不了到时候 帅军脚杀三名青年部探子 为他报仇便是 这时 黑袍密探 以及两名青年部的蛮子 于交战中 听见了一声清脆的崩裂声 久经战场的他们 一下子就听出 那是钢刀折断的声音 怎么回事 双方默契地留了几分余地 飞快朝远处扫了一眼 他们看见了瞠目结舌的一幕 只见远处那个男人 此刻变成一尊金光灿灿的金身 他依旧保持微然不动 那名高高跃起 挥舞钢刀的蛮子 此刻已然落地 惊恶地看着手中的钢刀 佛门武僧 握着断裂钢刀的青年部蛮子 声音里戴上了一丝颤抖 王妃抬起头 他的视觉里 看到的是一个青皮头 不对 是金皮头 他 他没有头发的嘛 这一瞬间 旅途中的许多疑惑得到了解答 他从不摘掉头上的雕帽 不管是吃饭 睡觉 还是洗澡 他常常做的一件事 就是稳一手 抬一手 按雕帽 答错了 惩罚是死亡 许其安沉着脸 探出右臂 掐住青年部蛮子的脖梗 蛮子眼神里充满恐惧 面目扭曲 于奋力挣扎中 被捏碎脖梗 所有的挣扎瞬间停止 手脚无力下垂 佛门武僧 围攻黑袍密探的两名蛮子 目睹同伴的死亡 弱小得像一根草剑 这一刻 他们想起了 曾经被佛门支配的恐惧 想起了当年山海关战役中 像稻草一般 被收割的生命的族人 佛门武僧 不对 武僧不会穿这样的衣服 他刚才说的话里 带着浓浓的中原口音 黑袍密探心理一动 本能地展开分析 提取有用的情报 跑 两名蛮子默契地转身 一个朝北 一个朝南 往不同方向逃窜 你待在这里别动 我杀二人回来接你 许其安回头 吩咐一声 接着 他发现王妃的眼睛盯着自己的脑壳 我感觉被冒犯了 他心里嘀咕一声 化作一道金色残影追击 将两名蛮族击杀 而后拎着他们的尸体返回 这个时候 那名黑袍探子没有走 在远处观望 见状 许其安借着处理尸体的间隙 悄悄从怀里加出一页纸张 用气机引燃 开启望气数的瞬间 他闭了闭眼睛 没让青光一散 惊动黑袍探子 多谢阁下出手相救 不知阁下是佛门那位长老 坐下弟子 黑袍探子主动靠拢过来 出言试探 见许其安不答 他连忙补充道 方才形势紧张 逼不得已 还请高僧见谅 一句逼不得已 就轻松接过了吗 我要是个普通人 现在脑壳已经两半了 许其安抬了抬手 开门见山的表明身份 本官许其安 奉旨前往北境 查血图三千里安 黑袍探子脸色一僵 面具下 眼神变得复杂 还真是许其安 他刚才有过念头一闪的猜测 因为根据情报显示 许其安在佛门斗法中 获得金刚不败神功 此人有着中原口音 穿衣打扮 又不像佛门中人 极有可能是他们 一直暗中寻找的 主办官许其安 想法分成间 他目光落在 姿色平庸的女人身上 出于密探的职业素养 本能地对他身份猜测起来 他果然孤身北上查案 可为什么身边 要带一个女人 途中所救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该带在身边 这样既不利于查案 又无法保证女子的安全 是 是王妃 黑袍探子脑海里 灵光乍现 闪过这个大胆的猜测 根据上集传回来的情报来看 楚向龙逃离前的应对举措 证明王妃有易容 以及携带屏蔽气息的法器 许其安在预袭后 脱离了使团 而后做了什么 无人得知 近日来封锁边境 却始终没有探查到 四名蛮族高手的行踪 浮想连篇之际 他听见许其安说道 他就是你们的王妃 王妃睁大美眸 咬着唇 有些失望和悲伤地 看着许其安 他就这样把自己出卖了 静 竟然就这样承认了 真的是王妃 黑袍探子 内心涌起无与伦比的激动 王妃找到了 他找到的 他将立下颇天功劳 虽然不知道他怎么救回王妃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救了王妃 却选择独行 目的是用王妃 来要挟怀王殿下 黑袍探子深吸一口气 适当地表露出惊喜和感激 笑道 多谢许大人找回王妃 怀王殿下必有重谢 那我就不客气了 许其安笑着说 问你几个问题 如实回答 王妃便交给你 王妃后退了几步 远离两个男人 他抿着唇 眼里流淌着悲伤 黑袍探子沉默几秒 道 许大人请说 血涂三千里 是怎么回事 血涂三千里 黑袍男子露出诧异的神色 茫然道 我并不知道 什么血涂三千里 不如这样 许大人随我一起前往军营 先安置了王妃 后续需要什么帮助 您尽管开口 我们必定全力配合 许其安平静地看着他 似笑非笑 回了军营 我就是砧板上的鱼肉 对吗 黑袍探子脸色微变 愕然道 许大人何出此言 您乃陛下清点的主办官 卑职恨不得把您供起来 他强调许其安的身份 想以此误导 制造一种朝堂命官 无人敢害的错觉 许其安叹口气 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可你一句真话都没有 我忘气数都瞧在眼里 黑袍探子心里一灵 舞者对危险的直觉 让他本能地后退 顺势挥出了软件 下一刻 他的脖子被许其安掐住 第132章 真凶 对方强有力的手腕 让黑袍探子意识到 双方的实力差距 他是资深的情报人员 并不会因为危机 而方寸大乱 丧失理智 相反 多年来的训练 使他在危机关头 反而愈发的头脑冷静 许大人 您没必要这样 你要查血涂三千里的案子 又害怕得罪怀王殿下 这些背质是理解的 但我劝你不要冲动 有几件事 你要想明白 第一 王妃没有被蛮族劫走 这件事瞒不住 哼 其中缘由我不能告诉你 但你相信我 王妃落入蛮族手中的话 怀王殿下最后总归会知道 可结果是 王妃被您救走了 只要事后调查 您在脱离使团的节点 与王妃被劫时间点一致 这就够了 怀王殿下想对付谁 不需要证据 只要他觉得 你是敌人 镇北王比我想象中的更加霸道啊 许其安面无表情 继续听着 第二 您救了王妃 是大功一件 怀王殿下长兵多年 最看重赏罚分明四个字 若是能搭上怀王这条线 许英罗 你必将前途无量 魏冤只能提拔你的官位 但怀王是亲王 他能提拔你的爵位啊 第三 案子只是案子 半拆了一件 不影响您捋破其案的威名 前途才是最紧要的 不是吗 何必为了一个与己无关的破案子 影响自身呢 王妃又默默地退了一步 他没去看黑袍探子 注意力全在许其安身上 他虽然是个好色之徒 可行事风格还算正派 绝对不是那种 为了前途出卖别人的败类 王妃对此有一定的信心 但仍然有些忐忑和紧张 毕竟许其安现在面临的是 得罪亲王的压力 以及加官进爵的前程 官僚主义 无论哪个世界都有啊 许其安缓缓点头 说的有道理 我都快幸福了 你说的对 王妃本就是镇北王的正妻 我没必要因此得罪一位亲王 黑袍探子照着面具的脸庞 露出了笑容 他在赌 赌许其安不敢得罪怀王 赌许其安更在意前程 一边是炼狱 一边是仙境 傻子都知道该怎么选 当然 这番话是否能兑现 怀王是否愿意给姓许的 一个锦绣前程 谁在乎呢 只要度过这一劫难 返回军营 许其安就是真板鱼肉 至于忘记数 黑袍探子不担心 他方才说的全是真心话 怀王确实赏罚分明 看着明显松了口气的黑袍探子 许其安语气沉重 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就让你走 血涂三千里 到底怎么回事 黑袍探子心里一沉 历声道 许其安 如果你非要查下去 那等待你的 只有毁灭 怀王捏死你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 不但是你 你的家人 你的亲友 统统都要连坐 如果不想 让他们给你陪葬 你最好乖乖把我放了 见许其安沉默不语 黑袍探子冷笑一声 你杀了我 最多就是杀人灭口 还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你能找我魂魄吗 识取点吧 好好想一想 我刚才的话依旧有效 身为情报人员 他很懂人心 也懂话术 威逼和利诱结合 以前成作诱饵 以亲友作妖邪 你说对了 许其安咧嘴一笑 黑袍探子一领 涌起不详预感 试探道 识 什么 许其安盯着他的眼睛 重复道 你说对了 我还真会招魂 说完 他看见黑袍探子的 瞳孔猛的一缩 继而奋力挣扎 色力内忍的威胁 许其安 我是怀王殿下的密探 你敢杀我 就是与怀王为敌 你不会有好下场 你是傻子吗 不 傻子都比你聪明 阳光大到你不走 偏要 咔嚓一声 怒喝声吓然而止 吵死了 许其安随手把尸体丢在地上 这位密探睁大眼球 死记得望着天空 似乎死不瞑目 杀得好 王妃在心里 暗暗喝彩 他一颗心慢慢放纹 如是重负地吐出一口气 在看向许其安时 眼里的欣赏不加掩饰 不知不觉间 许其安在他这里的形象 愈发得鲜明立体 他对许其安的信任也在增长 这些转变悄然发生 是本人难以立刻察觉的 王妃刚想开口说 我们快溜吧 就看见许其安取出一本书籍 撕下一页纸张 以气机引燃 刹那间 凭空刮起阴风 耳边似有凄厉哭声 天空的暖阳失去了温度 然后 王妃看见一道道不够真实的身影 化作轻烟而来 与许其安身前一丈外的半空悬浮 鬼鬼鬼 王妃眼睛一点点睁大 小嘴一点点张开 吓傻了 他这辈子就没见过鬼 平时都是自己脑补 自己吓自己 现在见到真的鬼魂 脑子有点猛 什么念头都没了 甚至忘记逃跑 许其安没注意到 王妃陷入恐惧的情绪里 即使注意到了 现在也没时间安慰这位大凤第一美人 有更重要的是 等着他去做 除了死在许其安手里的三名蛮子 以及黑袍密探 他还召来了横死士族的亡魂 新魂们傻头傻闹 目光呆滞 许其安望向黑袍男子 有沉默几秒 缓缓道 血涂三千里 是怎么回事 密探表情僵硬 声音空洞地回复 怀王殿下冲击三品大圆满 需要大量的生命精元 增长武者气血 这句话 宛如骄雷 炸在许其安和王妃尔边 血涂三千里 是镇北王干的 这一刻 许其安脑子嗡嗡作响 像是被人当头敲了一棒 我其实已经有所预料 血涂三千里 若是蛮族所为 身为部落首领的汤山君等人 怎么可能不知道 怎么可能不参与 只是楚相龙的不知情 让我忽略了这个细节 认为此案仍有内幕 不 真正原因 是我不愿意去相信 不愿意相信一个镇守边关 十几年的亲王 大凤的皇族 会为了一己私欲 屠戮敬仰他 爱戴他的百姓 许其安嘴皮子颤抖 南南道 不可原谅 他宁愿这一切是蛮族干的 大家阵营不同 见面就是生死相向 今日你屠戮大凤子鸣 来日 我便率军踏平蛮族部落 既然是死敌 没什么好说的 但他无法接受 酿成这桩惨案的 是镇北王 是大凤的亲王 他对自己的子民挥动了屠刀 理由只是为了近身二品 说是 是 是怀王座的 王妃捂住嘴唇 泪水夺矿而出 过了很久 许其安听见自己嘶哑的嗓音问道 屠杀地点在哪里 黑袍男子表情愣愣地回答道 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回答出乎许其安的预料 不应该是西口郡吗 那边不是都封锁了吗 另外 竟然连身为镇北王心腹密探 都不知道此事 这一点很不科学 谁知道 许其安问出心里的疑惑 楚州都指挥使雀永修和天字密探之道 黑袍男子的魂魄说道 都指挥使雀永修 许其安成因片刻 回忆起了此人的资料 雀永修 楚州都指挥使 护国公 世袭网替的爵位 第一代护国公是当年的平海王 也就是后来的武宗皇帝的结拜兄弟 武宗皇帝是五百年前 与佛门联手干掉第一代兼政 打着清军策的名义 谋朝篡位的亲王 护国公这一脉 是旧勋贵中罕见的长青术 与皇室宗亲多有联姻 家族历史中 娶过二位公主 四位郡主 雀永修 有大奉皇室的血脉 雀永修和镇北王沆瀉一气 制造了血图三千里的惨案 收集证据举报他们 我不信元景帝还能包庇两人 就算他想包庇 卫公也不同意 朝堂诸公也不同意 朝堂上的滚滚诸公 京城的文武百官 好的坏的 昏溃的精明的 是一股连皇帝都无法抗衡的力量 如此触目惊心的惨案 只要先出去 京城百官就无法坐视不理 许七安忍住了带着魂魄返回京城的冲动 因为这还不够 仅凭一个密探的魂魄 不足以扳倒镇北王和护国公 他转而看向三名蛮子 问道 你们截杀镇北王密探的原因是什么 左边的青岩布蛮子回答 寻找镇北王屠戮生灵的地方 汇报给首领 中间的青岩布蛮子接着回答 首领也想晋升二品 右边的青岩布蛮子最后回答 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与镇北王的密探互相狩猎 折损了许多族人 为什么要寻找镇北王屠戮生灵的地方 许七安看了眼目然而立的黑袍男子残魂 他立刻抓住重点 认为这里有大问题 按照逻辑 寻找案发地点是他这个主办官要做的事 也是他必须要找到的罪证之一 如果连被害人都找不到 案子是没法查下去的 可是 镇北王的密探不知道案发地点 而蛮族却在寻找案发地点 这说明雪图三千里还没真正结束 夺惊血 左边的蛮子回答 许七安又问了中间和右边的蛮子 得到统一的答案 根据伏击案的事情分析 蛮族要夺镇北王的造化 两方面下手 第一夺王妃 第二夺金血 根据第二点反馈的信息可以得知 血图三千里案并没有结束 或者说 镇北王还没有大功告成 不然青岩部的探子 应该早就撤兵了 难怪围杀王妃时 没有青岩部的高手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都潜入楚州 寻找血图三千里的地点 而镇北王的密探 在案中与蛮子斗智斗勇 相互狩炼 难怪接王妃时 没有密探护送和接应 他们肯定自顾不暇 一边要隐藏血图三千里 一边要狩猎潜入楚州的蛮子 只有你们青岩部落知道此事 许七安再次提问 是的 蛮子回答 这不对今 青岩部的首领 又是怎么知道此事 许七安沉吟片刻 道 你们在部落里有没有见过术士 见过 蛮子愣愣道 嗯 这样的话 青岩部知道 血图三千里的一切内幕 而这些都是神秘术士团伙告诉他们的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一 神秘术士团伙 在扶持青岩部的首领 支持他夺镇北王造化 晋升二品 二 神秘术士团伙 夺大凤旗运 扶持蛮族首领 渗透朝堂 蚕食大奉国力 立场一目了然 许七安没有继续问话 沉生道 蹲下 捂住眼睛 王妃熟练地配合 立刻蹲下五眼睛 许七安取出地书碎片 把黑袍探子和三名蛮子的尸体 收入玉石小径 然后打开法轮 收了他们的魂魄 走吧 他来到王妃面前蹲下 背对着他 道 上来 这一次 王妃没有犹豫 张开双手 搂住了许七安的脖梗 他发现自己此刻竟不再抗拒 和这个男人 有些许的肢体接触 真是奇怪 王妃扭过头 看向身后 一阵狂风吹来 那些不够真实的魂体 如同梦幻泡影 在风中扯碎 消散 他突然涌起刺痛心窝的悲伤 低声说 他不配镇北王这个称号 闭嘴 抱紧我 嗯 他手臂紧了紧 老是趴在许七安 碰 地面颤抖的闷想中 许七安立剑般地窜了出去 消失在荒野之中 正五 距离三皇县百里之外 方向是西 王妃坐在小溪边 不怎么淑女地啃着一只鸡腿 边吃 边看一眼愣愣发呆的许七安 向来傲娇的他 难得的语气温柔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许七安看着他 笑了笑 拨弄着篝火 其实我之所以带你北上 是想用你来要挟镇北王 令他投鼠忌器 初衷就是坏的 他抿了抿嘴 黯然道 我知道 他也不是傻子 这个男人北上查案 又将自己带在身边 所图是什么 动动脑筋就能猜到 许七安差一道 咦 你不生气 这不符合你平时的性格 王妃摇摇头 轻声道 我从小就生得好看 九岁那年 随父母居玉佛寺烧香 寺里主持见到我 写了诗 嗯 你应该知道那首诗 从此我名声大噪 父母愈发努力地培养我 希望我成为一个知书达理 琴棋书画 样样精通的才女 十三岁时 因为过于美貌 家族承受的压力 越来越大 不但要应对上门求亲的 达官显贵 就连一些 没什么血缘关系的族人 看我的眼神也怪怪的 父母和长辈们 把我保护得很好 这并不是 因为他们有多疼爱我 而是不愿意 珍贵的货物 有任何瑕疵 终于在那一年 皇帝派人寻上门来 要我进宫 父母和长辈们高兴坏了 热泪盈眶 是啊 他们辛辛苦苦栽培的货物 终于卖出了最高昂的价格 我进宫之后 只见过皇帝一次 而后就被冷落着 后来我知道 皇帝那时候 已经开始修道 不计女色 对我来说这是好事 皇宫里好吃好住 锦衣玉食 还不用委屈自己 迎合臭男人 山海关战役后 我又被转赠给了淮王 成为他的正妃 在淮王府一住就是二十年 他们兄弟俩打什么主意 我心里一清二楚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只是个弱女子 别说有侍卫守着 有婢女监视 就算什么束缚都没有 任由我跑 我从淮王府跑到外城门 命就跑没了一半 我从小就是货物 不停地被人转赠 等到哪一天 没有了价值 就会被气如碧履 篝火边 他抱着膝盖 声音轻柔 脸上没有悲喜 所以 你把我当筹码 当货物 我都不会怪你 相比起那兄弟俩 我觉得你是好人 这 这也太惨了吧 许其安心里涌起联系之情 这无关美貌 这份联系之情 和对钟离是一样的 完全出于同情 他看着王妃 质疑道 真的不管 王妃这次很诚实 点了点脑袋 怪的 我刚才以为你要出卖我 气得要死 许其安笑了 女人就这样 口不对心 他自己也笑了 继而问道 你打算怎么处理 镇北王的事 此事既是他做的 那么兴致比谎暴军情 要严重很多很多 你执意与他作对 恐怕结局不会很好 山峰吹拂 篝火摇晃 安静的气氛里 过了很多 许其安缓缓道 找到血图三千里的地点 阻止他 惩罚他 如果有可能 我会杀了他 王妃痴痴地看着他 三黄线 雅音楼 东东 已在软塌上 看贤淑的彩儿 听见敲门声 继而是老宝的笑声 彩儿 赵老爷来了 好好招待 彩儿把书收到 叫声应道 好的 妈妈 房间的门推开 近来一位 富家翁打扮的中年人 脸上挂着 淫荡的笑容 他跨入门槛 反身关门 转回身时 脸上笑容不见 震惊且严肃 中年男人看着彩儿 汗手道 把西口郡的消息 告诉他了 彩儿失礼 恭敬道 是的 他没有怀疑 中年男人松口气 坐在桌边 倒了杯茶 悠悠道 不过以他的机名 事后肯定能意识到不对 不过那时候 事情也就结束了 彩儿没有说话 中年男人接着说道 这几天我就要北上 你近期先离开三黄县 如果我死在途中 你就再也不要回来 顿了顿 他语气严肃地说 轻衣适从 彩儿低下头 百死无悔 第133章 我很重意他 吃完午膳 王妃跪坐在西边 歪着擒手 仔细地梳头 她的身姿在水中模糊 可正因为模糊 反而有了几分朦胧的美感 独属于王妃的美感 盈盈眼波流转 瞥了演戏对面 树荫下盘膝打坐的许七安 她心里涌起怪异的感觉 仿佛和她是相识多年的故人 可分明自己一开始是讨厌她的 捡了香囊不还 捡了钱包不还 还砸她脚丫子 经过方才的吐露心事 王妃心里轻松了许多 至于自己将来会怎么样 她没想过 毕竟很多年前 她就认命了 不认命还能怎样 她一个看到虫子都会尖叫 看见床漫摇晃 就会缩到被子里的胆小女子 还真能和异国之君 以及亲王斗智斗勇 现在 她依旧不知道 自己往后会迎来怎样命运 但不知道为什么 却比待在怀王府更有安全感 哎 我真是个红颜祸水 王妃感慨一声 漂亮女人都是骄傲的 何况是大奉第一美人 树荫下 许其安借着打坐观想 与心底沟通神书和尚 攫取了四名四品高手的精血 神书和尚的WiFi稳定多了 喊几声就能连线 大师 镇北王的图谋 已经知道了吧 许其安开门见山 不多废话 我不会一直关注外界的事 事实上 我从不主动关注外界的事 沉默了几秒 神书和尚说道 啊 你这回答 一点高手 风范都没有 许其安把血涂三千里的情报告诉神书 试探道 大师 镇北王冲击三品大圆满的精血 你可有兴趣 另外 我有个疑问 镇北王需要王妃的灵魂 却又血涂三千里 这是不是意味着 他需要精血和王妃的灵运 两者合一 方能晋升 许其安敢打赌 神书和尚绝对感兴趣 不会放任精血大不要擦肩而过 这是他敢扬言惩罚 甚至杀死镇北王的底气 回应他的事 一片沉默 大师 大师 许其安在心里连寒鼠遍 才得到神书和尚的回应 方才在想一些事情 我还以为你 又没信号了呢 许其安顺势问道 什么事 神书没有回答 侃侃而谈 知道为什么武夫体系难走吗 和各大体系不同 武夫是自私的体系 攫取一切可以壮大自身的力量 化为己用 专注于打造体魄 元神 大奉的这位镇北王 屠杀生灵 攫取生命精华 倒也不奇怪 只是 这和神书和尚吞噬精血 补充自身的行为吻合 许其安追问 只是什么 神书沉默几秒 缓缓道 少说也数十万生灵 许其安雕塑般一动不动 而后呼吸粗重 脸颊肌肉轻微抽动 鹅角青筋 一根根吐起 呼 他吐出一口浊气 平复了情绪 低声问 为何不直接发动战争 而是要屠戮百姓 神书和尚温和道 没那么简单的 三平已非凡人 那么想要通过攫取凡人 生命精华完善自身 必须要让凡人的精血蜕变 因此 他需要时间来炼化 提纯精血 达到预期才能攫取 说白了 就是量变引起质变 所以需要数十万生灵的精血 许其安咒没沉吟道 所以 战争是无法满足条件的 因为敌人不会给他炼化精血的时间 而且这种事 当然要隐秘进行 这就能解释 为什么郑北王不通过战争来炼化精血 战争期间 双方蝶子活跃 大规模的搬运尸体炼化精血 很难瞒过敌人 所以 郑北王暗中杀戮百姓 炼化精血 但不知道为什么 被神秘术士团伙洞察 出卖给了蛮族 因此 才有如今叠战频繁的现象 神书和尚继续道 我可以尝试参与 但恐怕无法斩杀郑北王 许其安咒没 连您都没有胜算吗 神书喝了一声 他既然有把握晋升二品 那说明 本身不是寻常三品 距离大员满指差一线 现在的状态 最多也就争一争 打赢他都难 何况是斩杀 三品无者 很难杀死的 可您在古墓里 还打败过二品巅峰的古诗呢 那只是一句一退 况且 道门最强的是法术 他一概不会 所以 您和古诗都是虎落平阳 一只没有眼睛 一只没有尾巴 就看谁弹得更厉害 许契安险些捂住脸 结束谈话 许契安思考自己 接下来要做什么 得知神书大师如此不济 他只能改变一下策略 把目标从斩杀镇北王 改成破坏镇北王晋升 一 找到案发地点 那里极有可能是 镇北王炼化惊险的场所 找到那里 阻止他 破坏他的好事 二 他必须隐藏自己的身份 不能被镇北王发现 昨晚那个淫道网的男人 就是大凤许阴罗 三 该怎么安置王妃 第一点的线索是西口郡 先去那边看看是怎么回事 但要快 因为不知道镇北王 何时大功告成 不能耽误时间 所以 路上还得继续背着王妃 王妃他 没想到如此有容 二叔成不起我 第二点 如何隐藏身份 肯定不能献出精身 虽然这是佛门绝学 拥有这套绝学的五僧数量 恐怕不少 但依旧不够保险 许阴罗也会金刚不败 许阴罗恰好潜入北境 不在监控范围 只要沾上一点点的怀疑 北王就会查 永远不要低估别人的智商 更不要心存侥幸 好在神书河上 还有一套皮肤 不灭之躯 这是我从未在旁人面前展现过的 所以 不会有人怀疑到我头上 嗯 坚正知道 把神书寄存在我这里的妖族知道 神秘术士团伙知道 但他们 都对我有所图谋 在我还没有瓜熟地落之前 不会急慌慌地开我包 也不对 神秘术士团伙 大概率是想开我包的 但在此之前 他们得先想办法清理掉神书河上 嗯 我依然是安全的 反倒是我这张脸不能用了 这个锅 不是二郎这个年纪能承受的 但人皮面具肯定不行 一打就掉 我的瞒天过海 易容术还未大成 只能模仿最熟悉的人 比如 二郎 二叔 沈慎 灵月 魏渊 还有许灵音 不如易容成小豆丁吧 让镇北王见识一下金刚八笔的厉害 哈哈 许其安苦中作乐地想着 缓解一下心里的浴火 他笑完 脸色慢慢平静 轻声自语 其实有一个人 是我最熟悉的 第三点 如何王妃 肯定不能还给镇北王了 只能带回京城偷偷养起来 不能养在家里 得给他另外买一栋小院 原本在许其安的计划里 北行结束 王妃肯定要交出去 现在知道了镇北王的暴行 以及王妃的过去 许其安打算把王妃偷偷藏起来 但这样一来 那些婢女就麻烦了 先不想这些 到时候问问李苗珍 有没有消除记忆的办法 道门在这方面是专家 楚州城 大理四城乘坐马车 从不正使四衙门返回驿站 三人穿过大堂 进入内院 静止来到杨燕的房门口 不等敲门 里面便传来杨燕的声音 进来 推门而入 看见杨燕和陈捕头坐在桌边 盯着楚州八千里版图 沉吟不语 大理四城给自己倒了杯凉茶 猛灌一口 舒服地吐出一口气 抱怨道 这天可真够热的 出行一天 口干舌燥 驾车的车夫 顶着列阳晒了一路 一点汗水都没出 果然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刘玉史调侃道 是四城大人 自己太虚了吧 喜好女色的大理四城 老脸一红 反唇相机 风流才显本性 不像刘玉史 高风亮节 他在暗讽玉史之类的清流 一边好色 一边装正人君子 杨燕静静地等两位文官吵完 问道 楚州各地的公文往来如何 大理四城脸色转为严肃 摇了摇头 语气凝重 没有问题 从定期的公文往来情况看 除了受蛮族侵扰的底蕴外 各地都看不出端倪 如果想要进一步确认 只有实地视察 但我觉得没有必要 楚州纵横八千里 何时走完 而且 身为经验丰富的官场老油条 大理四城只要看一眼 就能对公文的真假 做到心里有数 陈捕头汗手 而且 驿站附近全是眼线 我们出行就会被跟踪 杨燕重新看向地图 用手指在楚州以北画了个圈 道 以蛮族侵扰边关的规模来看 血图三千里 不会在这片区域 只要城池没破 村镇的百姓遭遇杀戮 朝廷是不会太重视的 而仅仅劫掠村镇百姓 根本够不上血图三千里这个典故 杨燕想了想 又在西口郡和云圣州画了圈 这两个地方 一个在西边 一个在东边 这两个地方的公文往来正常 大理寺城点头 道 没有问题 杨燕沉默片刻 道 沉不头 你这几天 带人在楚州城四处逛一逛 从市井中打探消息 刘玉士 你与我去一趟都指挥史思 我要见护国宫阙永修 刘玉士缓缓点头 楚州某处山脉 刀削抚的陡峭崖壁之上 一株囚结的百年老松 斜斜地向外长出 探着层叠如盖的枝丫 老松下的岩石上 盘坐着一位穿白裙的女子 她的秀发和裙摆 在风中舞动 勾勒出不可描述的身姿曲弦 她的气质多变 时而清纯唯美 宛如山中精灵 时而庸懒妩媚 颠倒众生的绝代游物 白裙女子怀里抱着一只六尾白狐 奸细地低迷一声 乖巧温顺 这时 一道倾笑声传来 公主殿下 山海关一别 已经二十一个年岁 您依旧风华绝代 不输国主 白裙女子哥哥娇笑 你又没见过我娘 怎知我不输她 身后 突兀出现一位白衣身影 她的脸龙 照在层层迷雾之中 叫人无法窥视真容 九尾天狐一脉 宁天地之精华 即世间之灵慧 每一位天狐 都是世间独一的皮下 白衣男子顿了顿 补充道 论及容貌与灵运 当时除了那位王妃 再无能人比 可惜公主的灵运 独属于你自身 她的灵运 却可以任人采摘 白裙女子笑了笑 声音柔媚 她才是世间独一无二 她微微低头 抚摸着六尾白狐的脑袋 淡淡道 找我何事 白衣男子感慨道 公主炸毁桑伯 释放出神书便罢了 竟还截糊了我的果实 让我二十年的辛苦谋划 险些一招散尽 希望这次能高抬贵手 白裙女子奄然道 起手落子 各凭本事 想让我高抬贵手可以 那小子有句名言 我很喜欢 等价交换 你与我说说 坚政在谋划什么 五官模糊的白衣男人摇头 我只要透露半个字 坚政就会出现在楚州 大凤境内 无人是他敌手 大凤国运被你拿走一半 坚政早不是当初的坚政 不怕 白裙女子笑道 他侧了侧头 望着白衣男子 那小子与你而言 不过是个容器 若是以前 我不会管他生死 但现在嘛 我很重义他 重义 白衣男子皱了皱眉 似乎很意外 他会说出这样的话 白裙女子没有回答 望着远处大好河山 悠悠道 反正与你而言 只要阻止 郑北王晋升二品 无论谁得了精血 都无所谓 不 穿着白衣的男人沉声道 我要让蛮足出一位二品 第134章 妖军过境 自容倾城的白裙女子 微微一笑 你不妨先试着找找 郑北王血涂三千里的地方 在何处 面容模糊的男子摇头 无奈道 这几日来 我走遍楚州每一处 观看气数 始终没有找到 郑北王屠杀生灵的地点 但天机告诉我 他就在楚州 白裙女子 收敛颠倒众生的媚态 又长又直的眉毛微皱 陈音道 他在和我们争时间 一旦精血炼化完毕 我们再想阻止 就不可能了 到时候 只有杀了穆南枝 才能阻止 郑北王晋升二品 不过穆南枝和那小子在一起 要杀的话 你们术氏自己动手 哼 被一个身怀大气韵的人记恨 是非常伤气数的 对了 你说坚政知道 郑北王的谋划吗 如果知道 他为何默不关心 我突然怀疑 穆南枝和许七安走在一起 是坚政在暗中推波助澜 白裙男总笑道 你可以继续猜 等你猜到他的谋划 天机有感 坚政就会过来 我肯定是有办法走掉 至于你嘛 这条狐狸尾巴别想要了 白裙女子果然有所忌惮 没再多说坚政相关的事情 三天 三天之内 必须找到郑北王屠戮生灵的地点 否则一切将成定局 白裙女子陈寅道 我有一个想法 不露真容的术士 眺望远处山河 揭查道 许七安 是 也不是 他嘴角浅笑 抚摸着六尾白狐柔顺的长矛 道 你认为许七安的大气韵 能为我们指路 这确实是个思路 但我的想法是 好像大家都忽略了未云这个人 他是唯一能与坚政在棋盘上 打成平手的谋事 我们为什么不去盯着使团呢 白衣男子喝一声 你既知道他能和坚政打成平手 就该知道 使团只是幌子 我从来没有轻视过魏渊 我只是估摸不准 他在这件事上的态度 魏渊是国士 同时也是罕见的帅才 他看待问题 不会从简单的善恶出发 郑北王若是晋升二品 大奉北方将高枕无忧 甚至能压得 蛮族喘不过气 魏渊这些年 一边在朝堂斗争 一边缝补日渐衰弱的帝国 他应该是 希望看到郑北王晋升的 但郑北王的所作所为 触及到了底线 魏清一世默许 还是暗中捅郑北王一刀 哼 恐怕连郑北王 自己都心里没底 说到这里 白衣术士冷哼一声 那蠢货 现在还在西行 白群女子 轻轻抛出怀里的六尾白狐 轻声道 去通知群妖 速入楚州 孝聚山林 等待命令 娇小可爱的白狐坠下悬崖 过程中 体态膨胀 远滚毛绒的身躯拉长 顷刻间化成一只 一丈长的巨狐 身躯线条流畅 四肢强而有力 身后胡为宛如 孔雀开平 他四足狂奔 于虚空中如履平地 迅速远去 西行路上的许七安 在阴凉的树印下 打了个瞌睡 梦里 他和一个清城清国的 角色美人滚床单 白袍小将率千军万马 七进七出 呼 许七安睁开眼 树影摇曳 光斑细碎 梦中的美人 与那晚昙花一现的王妃 渐渐重合 这让他分不清 是自己太久 没去交方思 还是王妃的魅力太强 这女人就像毒药 看一眼 脑子里就一直记着 忘都忘不掉 想到这里 他侧头 看向依靠树干 歪着头打瞌睡的王妃 以及他那张姿色平庸的脸 许七安顿时心若冰青 天塌不惊 心底涌起一种 另类的闲者时间 喂喂 起来了 许七安推醒王妃 看着他睁开迷糊的眸子 催促道 午膳前能抵达下一座城市 我们去改善一下伙食 顺便看看 能不能再杀几个蛮族 或你丈夫的密探 王妃皱了皱眉 听到你丈夫三个字 不是很开心 他翻着白眼哼了一声 许七安蹲下的时候 他还是乖乖地趴了上去 王妃傲娇了一阵子 还着他的脖子 不去看快速倒退的风景 缩着脑袋 低声道 喂 你打得过怀王吗 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尽管当时被他一瞬间 展露出的气质所吸引 但王妃还是能认清现实的 很好期许七安会怎么对付郑北王 如果许七安说 我打算一刀砍死郑北王 那他就决定劝劝他 别做送死这样的傻事 许七安美好气道 我准备捅他媳妇 白刀子进 绿刀子出 王妃茫然片刻 猛地反应过来 柳梅倒树 握着拳头 用力敲他脑瓜 打了一路 楚州位 杨燕带着刘玉石 停在军营外 所谓军营 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帐篷 除了行军石柱帐篷 各地驻扎的军队 都有专属的营房 与普通的民居房没有区别 正常而言 州城的卫兵 人数是五千到六千人 边境州城的卫兵人数 一万到两万之间 而像楚州这样 临近边关的州城 加上镇北王增幅 卫兵人数达三万六千人 这三万六千人 是镇北王可以在短时间内 直接支配的兵马 至于楚州各地的卫所 身为楚州总兵的镇北王 同样可以支配 但需要经过一道手续 楚州都指挥使的印章 杨燕和刘玉石 坐在马背上 晒了一个时辰的猎羊 胯下马匹都热得直打响鼻了 刘玉石无精打采 嘴唇干裂地趴在马背上 有气无力道 杨金罗 我 我们先回去吧 本官快晒成人干了 就在这时 一名卫兵按着刀柄出来 朗声道 都指挥使大人请两位进去 刘玉石如释重负 虚拖般地吐出一口浊气 连滚带爬地翻下马背 两人随着卫兵进入军营 穿过一栋栋营房 他们来到一处两进的大院 进入大院 于会客厅见到了楚州都指挥使 护国龚雀勇修 雀勇修有着极为不错的皮囊 五官俊朗 留着短须 只不过瞎了一只眼睛 仅存的独眼眸光锐利 且桀骜 他端坐在大椅上 手里端着茶盏 独目冷冷地凝视着杨燕 这不是魏冤的明灵之子吗 道我军营作甚 明灵之子就是义子 只不过前者带了点嘲讽意味 杨燕这样的面瘫 自然不会因此动怒 眼睛都不眨一下 淡淡道 茶 却勇修明知故问 茶什么案 杨燕语气冷漠 血涂三千里 我要看楚州卫兵出营记录 之所以从楚州卫兵 这里开始查 是因为使团抵达北境 自然得先来楚州城 究竟原则 再就是楚卫三万六千兵马 全是郑北王的心腹 也是楚州的主力军队 满足血涂三千里 郑北王肯定要出兵交战 那么出营记录就是证据 军队的调动 是一个繁琐的工作 并不是说出营就出营 相应的资重 气泻等等 都是有迹可循的 碍于郑北王对楚州城的掌控 未必会留下蛛丝马迹 但该查还是要查 不然使团就只能待在驿站里 喝茶睡觉 什么血涂三千里 却永修拍桌起 吓了刘玉石一跳 这位护国公大步走到杨燕面前 指着他鼻子破口大骂 本宫追随郑北王 郑守楚州十几年 是你这个未燕狗的 明灵之子 说查就查的 杨燕没回应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本宫在前阵杀敌 束手边关的时候 你们在京城躺在美娇娘的床上 如今跑来跟我说什么 血涂三千里 呸 滚回去告诉未渊 告诉那群只会提笔甘子的酸如 想构陷本宫 构陷怀王 做梦 护国公却永修冷笑道 现在 给我从哪里来 滚回哪里去 刘玉石勃然大怒 指着却永修怒斥 护国公 我等奉旨查案 你敢为命 却永修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刘玉石回京后 大可以弹劾本宫 就是这么狂 刘玉石脸颊肌肉抽动 怒不可遏 偏偏拿他没有办法 他非主办官 更非巡抚 无权处智护国公 更不可能在楚州 与对方硬碰硬 没那个资本 能做的只有回京后 狠狠弹劾护国公 走吧 杨玉转身 打算离开 刘玉石怒火几乎到达顶点 在外面晒了一个时辰的烈阳 痛苦不堪 好不容易进了军营 结果对方是故意让他们进来 借机狠狠羞辱一番 想查案 门都没有 等等 雀永修突然喊住两人 待杨玉回头后 他嘴角一挑 杨玉 你护卫王妃不利 害被蛮族掳走 至今下落不明 怀王很愤怒 不追责 是看在未冤的面子上 但你若是认错 到军营外头跪两个时辰 本宫就破裂 让你们查一查 卫兵出英记录 说这些话的时候 却永修嘴角冷笑 带着不加掩饰的挑衅 欺人太甚 刘玉石怒发冲冠 刚想展现文官的唇枪舌剑 让这个粗笔武夫领教一下 他全家女性 是如何在不知不觉间 真操尽失 但被杨玉用目光制止 两人转身离开 身后传来却永修猖狂的嘲笑声 简直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刘玉石气的心脏病快发作了 嘴皮子哆嗦 回京之后 本官要让这个匹夫知道 读书人比肝子的厉害 杨燕淡淡道 他在故意激怒我 他想杀我们 刘玉石大吃一惊 何以见得 杨燕没有回答 一边跨上马背 一边压低声音 血涂三千里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棘手 许七安的决定是对的 暗中北上 他如果还在使团中 那就什么都干不了 而以他眼里不揉沙子的脾气 很容易中缺永修的圈套 在这里 他斗不过护国公和镇北王 下场只有死 刘玉石脸色陡然一白 继而收敛了所有情绪 语气前所未有的严肃 以许银罗的聪慧 不至于吧 杨燕摇了摇头 单纯的激将法自然没用 可如果是当初那姓朱的银罗那样 许七安还能忍吗 刘玉石没追问 倒不是明白了杨燕的意思 而是出于官场敏锐的直觉 他意识到写图三千里 比使团预料的还要麻烦 否则 护国公如何会起杀机 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背着友荣王妃 跋涉在山野间的许七安 开口服软 倒不是因为被敲脑壳 许七安总结了一下王妃 小气 胆小 傲娇 后两者无所谓 就是这么小气 嗯 他赌气 好久没开口说话了 许七安觉得闷 想找到聊聊天 王妃见他服软 便恩一声扬了扬下巴 道 姑且听听 从前有一只蚂蚁 他很喜欢玩自己的腿 有一天他看见一条千足虫 小蚂蚁大喜 说 哎呦我曹 这腿我可以玩一年 王妃愣了几秒 想通了其中奥妙 咯咯咯地笑起来 千足虫我没见过 但肯定是很多条腿的虫子 对不对 所以小蚂蚁震惊了 是啊是啊 卧槽是什么意思 就是表达震惊情绪时的用词 王妃恍然大悟 点点头 表示自己学到了 心里就原谅了许其安 许其安背着他跑了一阵 突然在一个山谷里停下来 怎么了 王妃问道 尿尿 许其安坦然回答 王妃催了一口 从他背上下来 别过身子 许其安奇怪地看他一眼 这女人以为自己 要在他面前尿尿 想什么呢 臭流氓 他钻进了山谷边的密林里 刚准备解开裤腰带 宣泄膨胀的膀胱 王妃的尖叫声突然传来 与此同时 许其安捕捉到了远处传来的动静 声音操乱 密密麻麻 急匆匆地勒好裤腰带 冲出密林 迎面碰见脸色惊恐 带着要哭的表情 追近密林的王妃 许其安 卧槽 王妃大喊 宁可真是个好学的王妃 许其安嘴角轻轻抽搐一下 然后把目光投向远处 他顿时知道 王妃为何如此惊恐 前方有一条一丈粗 十几丈长的巨蟒 游动着身躯进入山谷 沿途灌木折断 留下清晰的足迹 巨蟒身后 有两米多高的黑马 额头长着独角 双眼星红 四体缭绕火焰 有一人高的大老鼠 肌肉囚结 领着密密麻麻的鼠裙 有四尾白狐 体型堪比普通马匹 领着密密麻麻的狐裙 这还不止 山谷两侧的林子里 潜藏着无数种类各异的动物 有猿猴 有山妹 有炎羊 有猛虎 有山猫 还有更多许其安不认识的凶兽 大军过境 是妖族 许其安立刻把王妃拉到身后 如临大敌地直面妖族大军 眼前的情况 让人猝不及防 许其安没料到 自己竟然会遇到这样一只妖族大军 他怀疑 妖族是冲他来的 可自己行踪无定 低调行事 不可能被这样一只大军追击 不管如何 遭遇了就是遭遇了 这时 前头带路的蟒蛇长嘶一声 停下来 高高昂起头颅 冰冷的树桐 凝视着许其安 四位狐狸 黑马 鼠怪等头领 纷纷发出奸笑或思鸣 传递信号 山林里各种各样的吼声 此起彼伏 摇摇呼应 然后 这只妖族大军停了下来 一道道视线从对面 从密林间透出 落在许其安身上 无数恶意如海潮般汹涌而来 全部被舞者的危机直觉捕捉 王妃吓得面无血色 双腿打颤 死死抱住许其安的胳膊 仿佛这个男人 就是他唯一的依靠 许其安大脑高速运转 思考着如何应对糟糕的处境 密密麻麻的气息 这些妖族每一尊都不是弱手 我一个人单枪匹马 杀出去都够呛 更何况还要保护王妃 不管他们是不是冲着我来 以妖族的行事风格 能顺手猎时肯定不会放过 这些是北方妖族 妖族大军群聚楚州 楚州要发生大动乱了 呼 许其安胸腔起伏 倾扣玉石小镜表面 倾倒出黑金长刀 和儒家法术书籍 他一手牵住王妃 一手持着笔直的长刀 慢慢把书籍咬在嘴里 环顾周遭的妖族大军 略显含糊的声音传遍全场 而等之中 谁是领头妖物 巨蟒口吐人言 冰冷的瞳孔盯着许其安 你是何人 不知道我 不是冲我来的 许其安松了口气 我只是一个江湖武夫 无异于你们为敌 他先摆明自己的态度 这年头 讲究和气生财 打打杀杀的不好 但他显然错过了妖族的习性 一道道声音从山林间传来 吃了他 吃了他 好强大的气血之力 血肉大补 边上那个女人 看起来也很鲜嫩可口 可以当个灵嘴 吃了他 吃了他 敲鼓吸水 海巢般的恶意 排山倒海而来 王妃脸淡血色进退 宛如寒风中的小花 可怜无助 巨蟒吐了土性 冰冷的瞳孔 渐渐被禁食的欲望代替 他们奉公主命令 潜入楚州 理当低调为好 但这个男人的气血 实在太诱人 看来是无法稀释宁人 正好 神书和尚的大不要来了 许其安叹息一声 剑指点在眉心 嘴角一点点裂开 宁笑道 你们确定要吃我吗 眉心处 一点惊气亮起 迅速扩散全身 灿灿金光 散发微然之意 映入众妖眼里 金刚神功 惊恐的尖叫声 从密林间响起 妖族瞬间一片大乱 几位领头的妖族首领 下意识地后退 第135章 白马银枪李妙针 哗啦啦 前方妖族大军 齐刷刷地后退 仿佛出于本能 山林间的妖族 同样做出了本能的举动 有的后撤 后跳 也有的下意识爬上树 一句惊声 吓到一大片 王妃愕然四顾 她看见前一刻 还蠢蠢欲动 流露出贪婪的妖兽 此刻竟如同丧家之犬 似乎害怕极了 见到这一幕 王妃芳心缓缓落定 惨白的脸蛋恢复血色 只觉得在许七安身边 她就能收获无穷的安全感 这不是她的幻觉 事实上 自北行以来 这个男人始终给予她安全感 让她恐惧的心慢慢沉淀 只是她同样很可恨 喜欢戏弄她 针对她 无形中冲淡了那种心安的感觉 另外 王妃现在的内心里 还不忘闪过两个字 卧槽 众所周知 这是表达震惊情绪的语气词 金刚神功 你是佛门那个派系 师尊是谁 巨蟒昂着头颅 嘴角筋膜拉开 血盆大口裂开180度 她表现得很凶狂 实则色力内忍 因为眼里进食的欲望 转变成了忌惮和仇恨 群妖们的表现与她相同 恐惧带来的应激反应后 他们突然暴怒了 齐刷刷地前冲一段距离 呲牙咧嘴地瞪着许奇安 胸襟闪烁着暴力和仇恨 似乎许奇安杀害他们的族人 抢走他们的配偶 咦 北方妖族这么害怕佛门 许奇安有些意外 他目光锐利地扫过周遭群妖 宛如一尊怒目金刚 心里则在狂呼 神书大师 快 快出来吃饭了 神 神书大师 卧槽 神书又断网了 不应该啊 刚给他冲了四张VIP年卡 许奇安满脑子的曹 找不到对象图 他一下有些急了 身怀小城的金刚不败 他并不怕这些妖族围攻 打肯定是打不过 但闯出去没问题 可王妃怎么办 在万军之中护一个身体 脆弱的女子 不受波及不受伤害 只会搞破坏的粗笔武夫 没有这份能力 想要摆脱这群妖族 使用儒家书卷 或许能做到 可许奇安想要的不是离开 而是带着妖兵们的首领 拷问情报 神书大师偏偏在这个时候断网 嘶 这时 巨蟒嘶吼一声 口吐人言 吃了他 煞时间 白兽咆哮 鼠群发出滋滋的奸细叫声 亮出强有力的孽齿 狐群呲牙咧嘴 獠牙尖锐 黑马低着头 打着响鼻 原地撅蹄子 山林间 群妖齐动 猿猴群在树梢间腾跃 炎羊低着头发起冲锋 大虫 猎豹 山猫等中大型妖兽速度更快 腰部一身一缩之间 便已冲出林子 王妃害怕地闭上眼睛 紧紧握住许七安 牵着自己的手 与此同时 许七安脑海里 回荡起神书和尚的声音 刚才在想一些事 这脑袋那么空 这回忆那么凶 许七安边吐槽 边松口气 放开了对身体的掌控权 心里说道 先别杀他们 我要拷问情报 这群妖族 即可能是北方妖族 我想知道他们的目标 下一刻 不得杀生受炼 悠悠的叹息声 回荡在山谷 凶猛扑起的群腰耳边 如春雷乍响 他们同时 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 纷纷扑倒 由于奔跑的惯性 让他们翻滚着前冲 滚下山坡 掉下树梢 场面瞬间大乱 一群乌合之众 许七安开口道 神说 思思 游动的巨蟒 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压得贴在地面 无法动弹 直到他恐惧占据了心灵 杀戮的念头消散 这才找回对身体的掌控权 比他更快的是那些弱小的妖兽 他们更耸 更早打消杀戮念头 因此 更早夺回身体的主导权 夺回身体掌控权的巨蟒 正要发出逃亡信号 树同道映出的 今生诡异消失 在捕捉道时 那位强大可能的佛门高手 已经来到境前 巨大的恐惧 在蟒蛇心里炸开 甚至生不起 玉石俱焚的念头 当对方拥有如神似魔的力量 而你只是一只蟒蚁的时候 连拼命都成为奢望 这位佛门高手济世武僧 同时兼修禅法 佛门两条路子 他都修行 许其安缓缓开口 本作有话问你 如实回答 在可怕的压迫下 巨蟒底下透露 战战兢兢的口吐人言 大师请问 许其安这时候 已经接替了神书 重新找回身躯掌控权 问道 你们北方妖族 大规模入侵大凤领地 要去做什么 他其实已经猜到答案 我 我们不是北方妖族 巨蟒低声回答 一个问号 从许其安脑海里闪过 接着就听巨蟒解释道 我们是万妖国的国民 万妖国余孽 国主是九尾天湖的万妖国 许其安险些脱口而出 关于万妖国的资料 在脑海里瞬间浮现 万妖国曾是主宰 南疆十万大山的妖国 也是九州大陆上 南北妖族中的南妖一脉 国主是九尾天湖 疑似半部武神 这条信息来自天地会五号成员丽娜 她曾经说过 当初甲子荡妖中 万妖国的半部 武神让佛陀亲自出手 这才杀死 而后万妖国崩解 九尾天湖的遗孤 九尾公主 带着残部逃亡 展开了长达五百年的抗争 万妖国余孽 怎么出现在这里 绝对不是偶然 这是不是意味着 那位妖族公主 也打算掺和到楚州这个泥潭里 那么多大人物 呃 似乎又合情合理 许其安目光冷力道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秘密潜入楚州 等公主找到 镇北王血图三千里的地点 便群起而攻之 巨蟒连忙回答 战战兢兢地低下头颅 她也要夺精血 如果再加上 蛮族那位青岩部的首领 楚州这汤水就浑了呀 好处时 我可以浑水摸鱼 我不再是孤军作战 弊端也很明显 这些人都不是好鸟 他们无论谁得了精血 都不是好事 嗯 好想得到那位 妖国公主的联系方式 问问她有没有线索 许其安呀许其安 你这是鱼虎谋皮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念头闪烁 许其安咒没到 你们也没有找到 镇北王血图三千里的地点 巨蟒摇头 许其安于心底沟通神书大师 把主动权交给她 神书淡淡到 蛇妖不打狂语 许其安重新问话 得到与刚才一样的答案 这 万妖国在找血图三千里的地点 北方蛮族 也在找血图三千里的地点 许其安错愕不已 镇北王到底杀了哪里的百姓 楚州纵横八千里 自然是地域广阔 但不可能隐蔽到这种程度 大师 我要问的都问完了 你动手吧 许其安心里沟通神书和尚 让他们走吧 出乎意料 神书和尚并没有杀戮妖族 攫取精血 为什么 大战在即 您不多鼓鼓手臂 许其安愕然 神书和尚呵呵笑道 我想起了一些往事 在我修为还没大成的时候 万妖国雄巨南疆 强大无比 那位妖国公主 可能认识我 或者听说过我 对啊 正是万妖国余孽炸毁了桑托 并将神书的断臂 寄存在我体内 妖国公主绝对认识神书 而神书大师既已残缺 想寻回过去 见一见当年的故人 或同时代的人 是最好的办法 许其安恍然大悟 大师 你不愿得罪妖国公主的想法我理解 但是 放任这些妖兽不管 他们会劣势百姓的 他仍旧不想放过这些妖兽 百姓是生命 妖族同样是生命 有何区别 神书淡淡反问 这 您是要和我讨论哲学吗 许其安哑然 回答不上来 从哲学角度出发 神书的话很对 众生平等 生命自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大家都是一条命 从个人角度来讲 许其安是人 所以立场毫无保留地 站在人类一方 他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对于其他生命 他心怀尊重 不懒杀不虐杀 但必要的情况下 也绝不心慈手软 比如 妖族残杀人类 可神书是佛门中人 他的思想与常人不太一样 许其安不认为自己的理念 能影响到一位 修为通天彻地的大佬 他重新取回身体的掌控权 陈寅道 我需要你们公主的联络方式 这 巨蟒露出为难之色 不可以 许其安谋光如刀 公主神出鬼没 只有他主动联络我们 不然 我们是无法找到公主的 这时 那只四尾白虎主动开口 解释缘由 听起来就像是 九州版的特务头子 许其安建神书和尚 没有开口的意思 于是冷眼环顾重腰 脸色严肃 声音威严 道 上天有号声之德 我不会杀你们 但而等需谨记 潜伏楚州期间 不得蚕食人族生灵 否则 定教等烟消云散 也不知道这样的威胁有没有用 真是的 巨蟒冰冷的树桶 迸发出喜悦的光 悲躬屈膝 连连点头 大师放心 我等不会在楚州逗留太久 期间只狩猎野兽 绝不残杀人族 众妖一副低眉顺眼的臣服姿态 身边的王妃 眼波流转 凝视许其安的侧脸 有些崇拜 得到神秘大法师手肯后 妖族大军重新上路 绕开了许其安和王妃 于沉默中快速行军 宛如刚吃了败仗的乌合之众 大奉百姓 喜欢用北蛮子 来称呼北方蛮族 南蛮子形容南疆蛮族 反倒是北方蛮族 出现在大奉百姓口中的频率 远不及北蛮子 这是因为 与楚州边境接壤的土地 大部分属于北方蛮族 北方蛮族的领域 与东北乌神教大面积接壤 正因如此 东北乌神教和北方蛮族是死敌 隔三差五就会打一场 这样的历史背景 地狱环境下 北方蛮族和北蛮子 成为了最亲密的盟友 双方时有联姻 北方蛮族有九个部落 每一个部落都有至少三名四品高手 相比起大凤数以异计的人口 北蛮子的人口 稀少得可怜 不过 身为魔神血义的他们 在个人战力上 拥有压到普通人族的绝对优势 一只百人规模的蛮族游旗 和一只千人规模的大凤游旗 如果在野外遭遇 那么全军覆没的 必然是没有火炮和床母助阵的大凤游旗 过了楚州边境 北方的景色一下子粗犷起来 灰白色或深黑色的连绵山脉 缺乏绿色植被的贫瘠土地 荒凉是北方唯一的主基调 当然 这里也有湖泊和草原 有惺惺向荣的绿洲和青山 这些地方 大部分都被蛮族部落 分支占据 繁衍生息 青岩部位于西北位置 一座名叫驼天的山脉脚下 传说驼天山是青岩部先祖允落后所化 山中物产丰富 瓜果草药 飞禽走兽 数不胜数 是青岩部的圣山 青岩部的建筑风格 柔和了北方与大凤的特色 连绵成片的帐篷里 混杂着同样连绵成片的黄土屋 木屋 甚至殿雨 后者是青岩部 从大凤劫略来的奴隶们建造 黄昏 呼 呼 闷雷般的呼噜声 传遍整个青岩部 浑身青涩的族人们 习以为常 或驱赶牛羊 或进山狩猎 或饮酒作乐 各自忙碌 仅是呼噜声 便能传出数十里 这是什么样的怪物 呼噜声 来自青岩部落的首领 吉利之谷 三品巅峰的高手 北方蛮族第一强者 此人曾与镇北王 有过一场熬战 结局不为人知 但事后双方斥后 寻找战斗地点 发现战场连绵数百里 数百里内 一片狼藉 生灵绝技 一位背着双刀的青岩部蛮子 骑成马匹 快速掠过帐篷和防射 沿着那条直达山脚的大路行去 录的尽头 是具备浓浓大凤风格的宫殿 背着双刀的蛮子 取出令牌 通过关卡 进入建筑群 直奔那座最高耸华丽的宫殿 首领 首领 蛮子没有进入宫殿 站在外边的院子里 用蛮语大声呼喊 呼噜 呼噜声吓然而止 两丈高的宫殿 大门自动敞开 背双刀的蛮子抬脚进入 殿内的装饰风格堪称粗广 十六根粗壮的石柱 撑起十丈高的巨大穹顶 一条新红的地毯 从大殿深处延伸到店门口 地毯两边立着等人高的火把 熊熊燃烧 大殿的镜头 助立着一张巨大的石椅 石椅上端坐着一位 两丈高的青色巨人 他庞大的身躯 没有任何毛发 体表覆盖着一层层厚重的 青色角质甲皱 额头伸出一只弯曲朝天的尖角 他没有收敛自己的气息 也没有可以外放 但即便如此 背双刀的蛮子 已是战战兢兢 双腿不停颤抖 蛮族高手从来不会刻意地收敛气息 他们不会掩饰自己的强大 因此 店内只有吉利之谷一人 不存在侍卫和侍女 石椅边靠着一柄比门板还宽的巨剑 巨剑色泽暗淡 呈斑驳的深红色 那是吉利之谷斩杀的强者 留在上面的鲜血 石椅上的巨人 毛子半合 声音如同雷鸣 回荡在店内 为何打扰我沉睡 背双刀的蛮子趴扶在地 额头抵住地面 用蛮语攻声道 首领 我们抓住一个俘虏 他说知道镇北王屠戮生灵 炼化精血的地点 青涩巨人半合的双眼 骤然睁开 威严可怕的气息扩散 笼罩店内每一个角落 距离边关不远的北山郡 城外的关道上 一列车队缓缓而来 为首的是一位身穿轻甲 扎着高马尾 踢着一杆银枪的女子 她眉目如画 却没有普通女子的温婉 双眼清亮 五官俊美 与其用漂亮来形容她 不如说是帅气 这个时代 极少有这么帅气的女子 英姿勃勃 白马银枪李妙珍重操旧业 飞燕女侠再现江湖